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按照惯例咱们先看电纸棋盘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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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说是也是至关重要 因为他们的对手 江苏队 最近这几人的守风还是挺顺的 应该是江苏上场的 几位年轻击手 他们综合事业还是比较强的 那我们就看看这段期 刘大华老师和江苏小将 成名这盘精彩的对局 黑方走马八进七 黑方马八进七 红方下兵三进一 红方兵三进一 黑方下炮二平五 说目前简单的三招期 应该说在这个 从我们经常下棋的角度来说 这里还是蕴藏着很多一些 经验的一些招法 包括我们红方飞向以后 如果黑方简单的直接走这个炮 二平五 那么作为红方可选择招法有很多 他肯定选择马八进七 马二进三 红方居一平八 黑方居一平二 我们红方根据情况是进炮风居 还是选择进七兵或者进三兵 这样的主动权掌到红方的手里 而作为黑方一方 根据这个飞向旗 往往选择这个先走这个马八进旗 让你挺你三兵 我再反骨中破 这样说是等于说是和刚才 做一个对比 也就是说飞向中破 那么这种途形 红方也不可能再去说上这个马 或者再去请这个三路兵 通过一个出子的顺序让红方过早的定格于进三兵这首旗 这也是后手左足炮一方经常采用的一种手段 刚才我们也看了实战当中是先入的是马八进七 红方再兵三七一 黑方再炮二平五 造成的红方现在形成马二进三这种旗 虽然说你以兵制马 但是作为黑方这个特点也是说可以再次的走进马二进三 说你上马以后 他得快速的出局 根据情况再形成G八进四 G八进六等一些进攻的一些手段 红方下去有个马八进六 那说马八进六 说按照以往常规的走法 这手机应该说马八进七的比较多 从我们这个目前的局势来分析 红方双正马挺起三兵 这样的阵型是比较稳固的 红方马八进七以后 黑方可以选择G平二 那么红方再走G九平八 说你G二进六 我又可以形成炮二进一 等着跟情况再挺起这个三 七路的兵 造成的红方有想先之势 或者说是黑方G平二以后 红方G九平八 黑方可以先长这个G二进四 通过这个G二进四 达到车控制这个巡河线 适时机的可以挺起这个七路的足 造成车控制这个巡河线的同时 将来黑方的马路也是比较灵活 当红方再次平泡破坏腰队的时候 可以把G杀掉 马退回以后 适时机的再展一个G九进一 这样能形成黑方出子的速度比较快 虽然短期内松马不是很灵活 最终有G这个作为一个接应 黑方也能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变化 那么根据这个以往啊 经常出现这个局面 红方作为改进 选择的是马八进六 这个马八进六 从我们外国人看呢 图形产生的一个变化 但往往